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高兴向大家宣布我们实际上呢在这个生产石墨方面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手 那么在我跟大家具体讲到就是我们的公司之前呢 我们实际上呢也能够生产全球品位最高的一个石墨 那么这个石墨呢实际上也在这个能源的这个产业呢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在不同的这个石墨的这个矿业这个公司当中 我们那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是有非常高品位的这个石墨 那么我之后呢会跟大家具体的讲到这一点 我们实际上这个Sylone Graphite 实际上是在这个地球上拥有品位最高的原味石墨 那么我们的这个因为石墨呢在纯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产品呢就像右边这个图所展示的 这实际上呢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杂志也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材料 我们的纯度非常的高 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些分离或者其他的一些步骤 也就是我们在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 不需要经历很多传统的一些步骤 那么石墨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首先我们有一个小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应用 那么实际上我们我们已经是有5000吨的这个进入到上游市场 那么实际上我们第二个这个矿呢 也在这个2021年的下半年投产 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是就像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实际上呢也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全球供应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生产成本呢 是在最低的四分之一的区间 大概是每吨220美元 那么大部分的这个石墨呢 现在呢也都在在在中国 那么从中国呢出口到世界的其他的各个国家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生产的这个石墨呢 是能够提供给这个电池或者说这个能源供应链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能源的这个领域 那么所有人也都会问说到底石墨是什么 那么石墨呢实际上是一种 是从碳中提取的 然后是有这个生物相容性的 那么石墨呢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 那么这样的一些片状的这个石墨呢 实际上也就是从这个和石头 就是分离从石头当中分离的 那么之后呢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工序之后 来进入到成为这个产品 形成这个产品 那么或者形成金状的这个石墨 那么这个金状的石墨呢在以前 从历史上来说呢 它可以有这个 也可以有这个液态的这个形式 那么我们也能够看到 这个片状的石墨呢 实际上也都是在这个露天矿开采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在斯里兰卡的金状 这个金状的这个石墨呢 实际上也就是在地下开采 那么实际上 它对于环境的这个影响呢 是非常小的 那么在二战之前 斯里兰卡呢实际上是 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石墨生产商 那现在是中国 那么但是呢 没有变的是斯里兰卡的这个石墨呢 实际上是有拥有最地球上品位 最高的这个原味石墨的 那么石墨呢 有很多不同的用处 那么 那么它实际上呢 也能够传导这个热能 那么它也是最大 包括说增长最快的 实际上也是包括我们 一个最大的需求呢 主要也就是在能处能这个方面 那么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呢 也很多的我们关注的 也都是这个电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新能源 或者说可再生能源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那么可再生能源 所需要的呢 也就是能源的一个储存 那么我们要储能的话 我们是需要这个石墨 因为石墨呢 实际上在这个当中 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我们的这个行业呢 实际上也将石墨认为成 被认为成是新的这个油 但是石墨的一个需求呢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那么大概现在呢 是每年大概是7080万吨的 这个石墨的需求 那么目前呢 电动市场呢 是每年占到20万吨的一个石墨 那么我现在讲到的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石墨 那但是呢 我们的一个 我们实际上 这个数据呢 是来自于Benchmark 那么在 根据这个BMI预测呢 2030年 那么石墨的一个市场呢 每年的需求是400万吨 那么其中的300万吨呢 会进入到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场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就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 根据很多现在国家的一些政策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 很多国家呢 实际上也都在推动 就是这个汽车 向电动汽车的一个转移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石墨的一个供应赤字 到2022年 到2023年 实际上呢 在这个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供应的这个赤字 那么 来满足这个新的这个需求呢 也就是我们要有新的这个项目 那么 因为实际上 我们 在这个石墨 包括石墨的这个 对于这个油气和 一个需求 那么历史上来说呢 它的一个价格 是要比这个天然的这个油气的这个价格呢 要比石墨可能要高 那么 我们现在 全球呢 实际上是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那么这个能源呢 一个去碳化的一个能源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让我们越来越需要这个石墨 那么石墨实际上也对于储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图呢 实际上是非常大致的 我们有这个阳极 电解质 有这个分离器和阴极 那么大家也能够看到 这是 这实际上不管是大的电池 还是小的电池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伊隆马斯克呢 实际上也是 我们都知道 这个新能源产业的一个领军人 他说我们实际上 现在的这个电池呢 应该叫 镊石墨电池 因为这个阴极呢 主要是镊 然后阳极呢是石墨和氧化硅 那么只有一点点锂在里面 就像这个沙拉上的这个盐一样 这实际上呢 是就像这个 整个过程的一个催化剂一样 那么这一页呢 实际上 是跟大家展示 就是一座30千兆瓦时的超级电池工厂 要消耗多少原材料 那么实际上是需要很大很大量的这个原材料的 最大的呢 也就是石墨 是需要3.3万吨的这个石墨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是精炼的这个石墨 而不是天然的石墨 那如果说是天然的这个石墨的话 那应该可能需要4.5万吨 那么在座的各位应该也都知道 就是在中国呢 有非常大的这些超级电池工厂 那么中国呢 实际上也成为了这个电池的 也成为了这个石墨的最大的进口国 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个需求 一个需求呢 最大的应该 我们也成为这个很大的一个需求 那么一辆电动车 有多少这个石墨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从特斯拉到大众的电动车 车型的一个需求 它的一个量呢 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样的一些汽车 实际上销量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 仅仅在这一个领域 就会对这个石墨 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包括对石墨的价格 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的这个管理团队呢 是非常强大的 我是在领导这个管理团队 我们也有 涵盖了不同的这个 业务的这个部门 那么在我们主要呢 也都是在斯里兰卡 那么我们之前呢 也是在很多也是从事 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 汽车的这个领域 以及能源的这个领域 那么我们也非常非常的 欢迎其他领域的 一些专家的这个加入 那么在15天之前 我还想说 我们也刚好 我们有这个 Silver Baum 博士加入了我们 他作为我们的首席科学官 正好呢 也弥补了我们的一个缺失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 Melita Baum 博士 作为我们的技术董事 他们实际上呢 我们一共一起呢 他们也能够有30个这个员工 那么他实际上能够将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经验 对于石墨的这样的一些了解 来运用到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 那么在Silon Graphite 实际上呢 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利用他们的这个经验 以及技术来推动 就是我们这个新技术的发展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这个愿景 也是为了改善 从这个石墨的 就是天然石墨的一个生产商 变成一个技术公司 那么 这是需要很快发生的 因为作为一个天然石墨的一个生产商 我们也能够看到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利润 但是更大的利润呢 是能够 我们是是是来自于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世界 或者未来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产品 那么像哥布尔所说的 我们实际上呢 在斯里兰卡最大的这个土地组合 那么我们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总土地面积呢 是121平方公里 我们一共呢 大概是30公顷 我们我们 我们实际上呢 也有这个 有在这个斯里兰卡呢 有两个这个矿 矿山 那么我们的一个一个矿呢 也已经投产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很快就要跟上 所以呢 这两个矿呢 也都有150年的历史 所以他们当然也依然在 依然在这个生产的当中 那么我实际上 像跟大家说的呢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 一个平均的一个 就是生命 生命线呢 不仅仅只是20到30年 所以 我们 我们现在是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矿山呢 实际上是已经挖到了 地下150英尺 在这里呢 我们是K1的这个矿产呢 也已经投产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M1的这个矿产 是在今年年中会开始投产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是我们也能够看到 他的一个 这些图片呢 也是我们现在 就是现在的这个矿场呢 K1矿场的一些 现场的这个图片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 这些所列的这样的一些 竞争者所比较的话 那我们实际上呢 目前为止 我们的这个美顿成本最低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石墨的品位 目前是最高的 那么我们石墨的一个价格呢 也是比较标准的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些数据 我们是希望能够有10个这个矿场的一个 在7年之内能够有10个矿场在运营当中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些数据呢 实际上是我们能够在第4年的时候 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现金金额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依然是这个有很大的 很 在这个 大家也能够看到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金金额 那么 我们是我们目前的 我们是希望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 几个月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那么 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在石墨的过去呢 实际上是比较小的这个一个 只是用在比较小的这个产品上 比如说便携式的这个电子产品 那么Cellon Grandfad呢 已经准备好 要不断的增加这个石墨的这个价值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天然的这个石墨 那么能够 同样呢 也能够建造更好的一个石墨的矿场 我们 我们也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石墨 供这个电池行业的一个使用 那么 同样呢 我们的地理位置也能够优越 能够面对很多东方市场和西方市场 好的 我们这个问题呢是来自于Tiger 它的问题呢 也就是 特斯拉呢 是希望能够用这个硅来替代这个石墨 在电池当中的应用 所以您怎么看 那么 大家现在来看到的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 安娜实际上是石墨 和这个氧化硅一起 那么大家现在目前并不知道说 这个硅是什么情况 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也就是 能够更好的找到这个硅的规模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 但是呢 它的能源呢 实际上是来自于石墨 所以它的问题呢 是不是就是 是关于是不是要像这个电池当中放更多的这个硅 所以我们最终呢 能够很好的把它包装起来 但是目前为止 大家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答案 所以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它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 在这个斯里兰卡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关于其他的这些矿业公司 除了您之外 没有 您是唯一一个吗 我们实际上 实话实说 还有另外的两个这个矿场 是这个政府的这个矿场 它可能有时候呢 是会生产这个两三吨 那么他们这个矿场呢 也非常非常的好 我之前也去过 另外一个呢 是来自于Global Out的这个公司 是一个德国公司 但是呢 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呢 也都是用 他们都是用于这个润滑油 和这个电动汽车 但他们并没有进入电池的这个领域 所以Salon Graphite 是想要在这个领域呢 处于领先地位的 非常感谢Bras 感谢您的这个分享 也非常感谢您今天您参加我们的会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